好来看红重秋之死 这个扯出了军中禁闭教育的严重缺失 更让五四两旅的这个师官长范左宪 成为网友争相爆料的对象 有人说他就是整个事情背后的操盘手 也有曾经被他欺负的班兵跳出来 指控范左宪呢 常常不顾小兵的身心状况 硬是要操客 还常常呢当着全联官兵的面 羞辱小兵 那现在传出呢 这一招也是五四两旅的范姓师官长 最爱恶整半兵的招数 网友爆料因为心脏不好 在五四两服役期间 家长电话关切 想不到惹毛范左宪 当天晚上在所有官兵面前 嚣张呛瞎 装病 撞到长官打电话来关切 增加连理的麻烦 还当场要求小兵开合跳 还说最好跳到心脏病发 滚出连队 出事 我来扛 其实就是这个地下连长 因为他很老 他就在里面待很久 所以很多事情就还蛮嚣张的 谁只要跟他有过节 就一定会被他弄 待过五四两旅的都知道 想顺利退伍 不怕不长眼 就怕范左宪 看你不顺眼 然后之前就有一个 有一个快要退伍的弟兄 也是快退伍了 他就因为得罪他 被他天天叫去在太阳下面割草 可是因为他就没有执照那些的 他还去割 他就有脚啊被打 请问是范氏馆长吗 是 因为我们需要喊冤的地方 喂 喂 有听到吗 喂 被爆料 平常就爱恶整小兵 范左宪的手机突然没了收讯 一条宝贵生命 扯出范左宪 仗着备分够老 在部队作威作福 也看到长官无能 任由老七小 中心王城王正 他被采访不到 谢谢大家